今天是10月29号 周日A股不开盘 周五A股出现大涨后 很多人一下子感觉流失又回来了 那么下周你敢追高吗 下周你能追高吗 下周哪些板块又是重点呢 带到这些问题我们就盘面做一个分析 提醒大家 视频当中讲的这些都是一些实战技术方面的免费分享 物作为依据 如果说你不知道这段时间怎么操作的 这段时间里面赚到钱的 那么你听完后心里就明白了 心里就有底了 觉得我讲的有道理的点赞加关注 实在无聊的去我的橱窗看一下 里面有一些产品 好用又实惠 抖音西瓜都可以看 这是周五的一个分析图 大家看一下上大指数 都是属于一个什么上涨的 下午越拉越高对吧 创业板涨幅是凹迪巴巴 那为什么在这里上涨的过程中 还是有人在说我没赚到钱呢 我亏大钱呢 为什么 因为在周五的话有人确实亏大钱 甚至有些是亏了十几二十多点的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说白了就是你的节奏没踏对 那问题来了 突然一涨对吧 大家感觉一下子从这个股灾变成牛市了 一根大阳线一拉起来 大家感觉又满血复活了 大家有没有这想法呢 甚至还有人跟我说 额阳先生下周我能加杠杆吗 我能砸过麦铁去抄底吗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又来了 下周会继续大涨吗 我想告诉你不要慌不要急 这个位置连续大涨的可能性高不高 不太高 为什么呢 所以说在周五盘后赢得利好 社保基金说这个位置是有什么有价值的 可以去投资的 可以去什么 可以去参与了 社保基金要买了 但是我觉得社保基金会追高吗 我想问一下大家 社保基金如果说 A股在这里拉起来 拉了3000多点了 拉了3000点以上了 31003200了 社保基金会买吗 会不会 不会 所以他还会调整下来 是不是 所以他还会刹到低点来 给你一个第一位上车 你急个啥 你担心个啥是不是 涨了我不注意了吗 没骗子我就不注意吗 等他回踩给他低点吗 我在潜伏线去吗 那很多会说 那万一他涨涨涨大涨的走出来 了怎么办 是吧 你会很担心 我觉得没必要纠结 你想想在这里被套的人 如果他反弹到这个位置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办 你会赶紧的跑跑跑 好难有机会给我什么 给我减仓了 给我跑路了 我还不好吗 对吧 所以如果说这个位置 到了压力位 这里资金大量的跑路 大量的撒跌的话 是不是会把指数带下来 把指数打下来 我觉得可以 对吧 那么这打下来其实就是机会 所以朋友们在周五没有进场的 在这个星期没有吃到肉的 没有利润的 没有仓位的 也不要急 不要慌了 我们需要等待下一个调整低一点的到来 当然这里区别对待 分两个方向 一个是超短线的 一个是潜伏的 超短线的 仍然可以干 潜伏的还是在等下 那问题来了 如果说这种行情回暖的话 感觉这个市场一活跃起来的话 哪些板块是重点呢 接下来大家仔细听了 这段时间没赚了钱的 尤其是一些人怕不敢追高的 你更要仔细听了 我想告诉你的是 如果你是做超短线的 对吧 你是做超短线的话 你就必须咬住龙头 至于这一段时间的龙头 主线在哪里 毫无疑问 在科技领域和汽车领域 那么科技领域在 连续两天出去分化 什么意思 就是在周四周五 科技领域就突兴分化了 例如说这段时间最强的是谁 是华为 对吧 大家都知道 华为概念的话 是这段时间市场的绝对的主线 但是在 周五你看一下 华为概念只涨了0.3% 盘中还出现一个大的跳水 虽然说下午拉了起来 但是你看一下华为概念个股的话 你会发现 出现分化了大分化了 虽然说 前排的还有一些票是涨停的 还有一些是票是大涨的 但如果你仔细看这些大涨的 很多票都是属于补涨的 或者属于叠加题材 叠加其他板块的 对不对 很多叠加汽车的 在看后盘 看后排发发现 大富科技 塑贝德 这个荣科 杰荣 这些出去大幅的杀跌 大幅跳水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的情况 两种原因 一个是他本身位置比较高的 赚钱 效益 非常大 很多人获利巨大 对不对 出现高位杀跌 我出逃 我觉得很正常 另外一个就是爆出了 周五盘后爆出了一个消息 就是 整体来说产业链的业绩 还不是特别的好 可能没有得到释放 什么意思 华为为什么吵起来 就是因为华为 MATO60系列的一个爆火 但是从目前来看 它才刚刚起来 所以它的业绩没有得到释放 那资金考虑这方面的压力 短期的撤退 也是可以的 这个叫什么高低签 说白就是你高位的 大涨的暴涨的要小心 低位的仍然是机会 这大家特别要注意的 对于科技方向的话 分化来了 那么分歧来了 风险伴随的也就来了 所以不能像前段时间 无脑去追 哎呀 只要是华为枪光弹 只要跟上了华为概念 我就转会涨 这个大家还是短期要注意一下的 科技板块后期的重点 我觉得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向 一个是什么 6G方向 6G方向 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 6G方向 大家后期要重视 这个绝对没走完 调整后 调整后仍然是机会 他又他会突破这个位置 甚至走出大涨 为什么 因为2024年马上就来了 华为的高管说 2024年上半年 我们的5.5G就回来了 对不对 5.5G就是6 接下来就是6G了 所以这个方向是没有变的 那么后期潜力空间是比较大的 所以大家要保卧好这一轮的机会 5G时代 但是东方通信这种大流股大妖股 那么6G时代肯定也会有 到底是谁 我们拭目以待 但是你跟上节奏了 不说赚个几倍吧 赚个几十个点总应该可以 对不对 好除了6G之外还有谁 毫无疑问 周五突然一下子崛起的谁 大家知道在周五下午突然有一个方向 拉起来了 而且拉的很厉害 谁 光刻胶 光刻机对吧 大家看一下光刻机突然一下子拉起来 而且暴涨 涨幅达了3.84 对不对 一度涨了4个多点 为什么它多暴涨是因为什么 市民那利好大利好什么大利好 就是广州 广州要大量的扶持这个方向 对不对 所以 我们的这个光刻机 在这里是存在巨大的潜力的 存在巨大的预期的 那不排除货期再次大涨 我前期讲了很多回 在这个位置 我们在这个低点就应该怎么办 潜伏低息 说了很多回 大涨了就可以考虑减仓出货 如果你把握好这个节奏 你能赚的钱吗 肯定能是吧 这个是大家注意的 那重点留意的是什么呢 人气农投票 至于这两个 至于这个光刻机板块的人气农投票 大家都知道是谁吗 我不讲了 大家应该清楚 实在不知道去看一下我前期讲的一些视频 好 那除了光刻机之外 还有谁 与之相关的卫星大航板块也要注意 这里我再提醒大家一下 芯片要重视 芯片的话一定要注意 芯片是我们国家一直被烤脖子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一定会有突破的 芯片 现在的位置调整是不是比较充分 那么在这里是不是也有机会迎来一波进攻 我觉得完全的可能性 所以芯片的话 朋友们也要注意 你的票是不是调整到地位了 你的票是不是近期出现放量了 那么我觉得你也小心一点 注意点的 不要怎么 不要把流放跑了 你比如说芯片板块周五最强的是亚光 你看这个票是不是调整比较充分了 前期在这里红盘震荡怎么没怎么动 对吧 不管科技怎么涨它就是不动 对吧 不管市场怎么跌 它就是不动 对吧 就在这里红盘震荡 结果周四一个大阳线 周五就涨起来 它就突然就报钱了 所以这种就是我们说的轮动轮化 给它一个机会 它就能撬起整个地球 就是这种 所以如果你手中潜伏的是这种票的话 突然一大涨了 你不就获利了吗 当然这里有一个概率 对吧 并不是说你的票就一定会涨 但是你配约这个票 对了 你就涨了 对吧 这就是个概率 这也是我前期跟大家讲过 我说潜伏的一个方向 告诉你该怎么潜伏 该怎么看 对不对 你去找这些大阳 你可以不追 可以不追 但是还有一些低位的 你可以去搏 可以去跟踪 当然这种涨起来以后 只适合超短线的选手 对吧 超短线 如果你超短线接收不行的 那就只能看看了 好 除了科技领域之外 毫无疑问 短线 风 风光最旺的还是谁 汽车 新东西车 对吧 新东西车在周五 你看多支票涨停 又是一大片涨停 他认识是市场主角 是市场的焦点 是市场重心 那么你有住的新东西车 也能撤到肉 新东西车应该是我在这一段时间 跟大家讲的最多的一个方向 之一了 一直强调大家要注意 这个方向没走完 这个方向有机会 大机会对吧 不好不好说 因为有现在这个位置 他明明看到了就是不敢进 哪怕在这一天 我当时跟大家说 我说这跌下来是机会 有人明明看到了 他就是不敢进 你看周五一涨了 以后已经跟我说 哎呀 哎呀 现在太无语了 太可惜了 我在这个地方 我看到我那个票 我看他到底了 以后我想抄 当时就不敢抄 结果连续几天上涨 他涨了20多个点 大家看 你是不是也这样这样子 你是不是也拍拍断腿了 其实说白了 大家在操作上面 还是要注意这些细节 但是整体来说 新能源车 我认为他也有一种高低切换的走势 大家看一下 这是在周五的一个走势 你会发现很多像彭林这种是吧 是不是通人起来的 像这个森远 像这个双林 德方说这个得胜利 大家是不是发现 包括这个明科 其实你会发现这些多数低位起来的 也就是说高位 前期大涨了票 周五的话表现不是太好 但是这些低位 曾经没怎么动的 对吧 你看这种像周章榮泰 对吧 这票收拾通人起来了 听成 所以接下来重点是什么 是补涨的低位的 这么讲 大家是不是明白 是不是清楚了 找低位的新能源车 没怎么涨的 底部条那边充分的 拖轮放量的 哎这就是重点 后期它补涨拉升了 我们就可以获利了 我们就可以赚钱了 如果说你运气好像这种票 是吧 潜伏了这种票 天龙股份的票 那你不就赚钱了吗 你就被获利了吗 你不就什么咬住的核心 核心龙头的吗 对不对 所以朋友们去找去看 尤其是像这种 我常常跟大家说 长期红盘的底部出去放量的 那么这种就要记住了 回踩反而是机会 是给你上车的机会 你像这种对吧 前期这里出去放量了 我不追 他回踩到低点 这个低点是什么 20线30线附近 那么我在这潜伏进去的话 这一步拉升不过就获利了吗 其实这就是好的机会 常常跟大家说 你去最早找这种相关的一些 技术面的 相关的一些技术面的 突然放量了 然后回踩到低点 我再进场 潜伏进去 他来个什么 来个仿包 来个大涨 我就获利了 对不对 好 那除了这两个方向之外 其他板块的持续性都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短线选手 追高这一块还是要保持理性 保持谨慎 好 这些是涨了比较多的 短线方面的 大多数人是不敢去追的 对吧 大多数人是不做短线的 不是说不做短线 是不敢去追这些 已经涨了很高的核心品种了 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呢 接下来我们要注意什么 要注意的是一些刚启动的潜伏的方向 那么潜伏的方向 我觉得可以潜伏在这几个方面 一个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 周五爆发的医药医疗 医药医疗是大家可以潜伏的一个重点 潜伏的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的话 你在周五你看权限移动 前期涨幅比较好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减肥药 但是在周五这爆发过程中 比较比较好的是创新药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注意的是创新药 创新药会不会成为这一轮医药 反共的核心笼头呢 因为在周五的话 你会发现创新药 多支票涨了20厘米的 多支票涨了10厘米的 对不对 是属于整个板块里面涨停票最多的 所以它毫无疑问成为了这么 板块里面的明星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博一下 相关的一些个股 就比如说 周五涨停这些票里面 有没有一支票走出来 连续大涨连续涨停 走出龙头的赚钱效应 要不就干脆点去找 去找低位的补涨的 还没这么涨的 都得做轮动的 都可以 当然与之相关的其他的一些药 比如说新冠药 还有减肥药 中药都可以留意 都可以关注 中药医药在你涨了以后 又有人说周五涨那么多 我不敢去了对吧 那我告诉你 其实近期有一个方向出现了 异动 这个方向是谁 以宁德时代为代表的新能源 宁德时代 这一波杀电 非常的郁闷 你看从这里起来 这里是什么杀下来到这里杀了多少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位置的价格 这个位置价格在230左右 230左右 你看这里最低是什么168 170 230到什么到168 170 其实它是杀了600点以下 来60点 杀了60块钱下来 杀60块钱下来 60块钱是多少 20多个点 对不对 杀了20多个点 也就是说宁德时代这一波杀跌杀的很厉害 这么大的盘 这么大的盘杀了20多个点是什么概念 所以这里出去反弹 我觉得很正常 另外一个在这里出现放量了 强劲了很多是 杀跌的下来的时候 底部出去放量了 那代表什么 代表反弹又来了 如果底部出现连续大阳线放量了 那么代表什么代表反转了 所以至少在这个位置 我们是可以做一个低位潜伏的 低位不反弹的 低位不反抽的 这种就适合什么 胆子比较小 不敢追高的 做潜伏的做中长期的可以 所以这也是重点 当然你可以不参与宁德 你也可以参与其他板块个股 对吧 重点是泥电池相关的 大家看周五的泥电池是不是大涨了 涨了两个多点放量了 对不对 那么泥电池板块 你会发现 这里也是属于一个低点启动 可是你发现没有 泥电池个股的话有多数票涨停 那么这些涨停的票其实就是机会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迪森利 这些都涨了10厘米的 还有这个四龙 还有这个黑猫对吧 还有这个新亚 包括这个科达利 盛华生产 这些都涨了10厘米的 那么这些票是不是有机会走出来了 当然 澳联版的这个盛阳 是大家要注意的 要重视的 它盘子就比较小 价格比较低 位置比较低 还有可能是什么 成为新一轮的带头大哥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那么 创业板这个方向重点是什么 是前期的腰股龙头股谁 大家都知道蒙古利 对不对 那种票的话 可能赢了一个短线的一个什么 板工的机会 这种的话就适合什么 适合做超短的选手 对吧 它突然移动 放掉了 那我们就可以去博一下跟踪一下 当然 你电视板块才刚刚启动 大家技术美好的 你去找前排的 技术美不好的 找低位的 还怎么还没怎么涨的 还没怎么动的 对不对 那么也可以 整体来说 A股回软以后 这个市场的机会越来越多了 所以你得保护好这些重点 看你是所谓拿着类型的 对号入座 争取在接下来反攻反弹的这种过程当中 把今年亏损的捞回来 把今年前期大亏的那些全部赚回来 以后有机会吃到肉 过个肥年 大家觉得呢